謝謝主席 我們請顧立雄主委 有請顧主委 是 高委員 主委 剛剛講到今年的一個重頭戲 就是關於台新營跟張營的董監世襲次的併購相關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過去一直以來我們只看到財政部的努力 金管會其實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態度或者是對於這個席次的問題 是不是有違反這個金金分離喔 因為據我們了解目前台新金所實質掌控這個張營的股權 您知道到多少嗎 我手上現在沒有資料 應該詳細的資料是財政部那邊應該有 我想金管會應該要隨時掌握這個資料 因為據我們了解現在最新的資料可能已經到達將近30% 那如果以我們的公股張營 我們自己財政部所能夠掌握的這個股權 大概是35%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席次的爭霸戰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危險 那金管會也要做好準備跟因應 一旦這個台新金有可能併購張營的時候 那我們金管會的態度跟角色到底是什麼 對這件事情到底現在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準備跟態度來因應喔 目前沒有看到金管會就這個部分有任何的一個說明 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應該不是一個併購案 這個併購案事實上是在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那現在因為就如委員所講的 台新金本來就擁有張營一定的比例的一個股數 那現在的問題應該是在委員追尋的應該是在於即將來臨的股東會的選舉 董事會董事席次的選舉 就是說台新金實質掌控張營之後 是不是有違反我們的金金分離的原則 那目前我們知道說台新金也派駐了這個吳成青喔 這個董事那這個在張營呢 吳成青不是台新金派駐 吳成青是他自己擁有的台式化的一個股數 對核心化但是問題是他也是算是台新金的人馬嘛對不對 市場上會說他是盟友啦 那就跟這個財政部他的持股以外 還要再去計算相關公股銀行的持股數是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就這個部分 金管會認為這個有沒有違反金金分離的原則 因為他是早先這個是一個歷史成案 那已經是一個繼承的事實 所以我想在這個繼承的事實之下 金管會從監禮的立場去做好 是對相關利害關係人在交易面的迴避 那在董事的這個席次上做好他應該有的金金分離 這個是現在或者產金分離 總統委員報告就是說金管會是一個監禮機關 金管會不會去介入董事會的選舉之爭 但金管會會去介入有關董事會的當選人 他有沒有違反金管會金金分離跟產金分離的政策 這個是因為董事會的選舉就是市場遊戲 我們可以預先的預料說 如果在這一次這個財心金他的已經掌握市場上 不管是他的盟友或是他的相關的這個董事的席次 一旦有可能實質的過半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違反金金分離的原則 就這個部分我們金管會的了解現在的態度是怎麼樣 應該是說這個的問題應該是在問說 現在董事會的席次之爭到最後變成是幾席對幾席 那現在是財政部所能夠掌握的董事的席次 仍然多過於台新所掌握的席次 目前是這樣 即將來臨的股東會開會的選舉結果 大概是6月嗎 如果 我講如果 特別講如果 如果台新金的董事掌握的席次 多過於財政部的席次的時候 那這個的時候 台新金跟張寅之間仍然要尊重 而且要符合金管會所定下來的 經濟分離跟產經分離的政策 這個是不能夠背離的 那這個跟董事歧視的多寡是無關的 即使台新金沒有掌握到董事的多數的席次 他所能夠掌控的那個董事的所派論的人選 仍然要符合金金分離跟產經分離的政策 所以目前台新金都符合嗎 您就金管會主委的角色來看的話 目前您都沒有預想說 可能會發生違反金金分離的這個樣子的一個原則之後 後續的處置 沒有 我們現在當然要掌控他們 有沒有符合金金分離跟產經分離啊 現階段都是如此在 所以目前您覺得是符合的嗎 現階段都是如此在要求的 要求但是有沒有符合 因為外界認為說其實就目前而言 其實已經是有違反相關的原則了 那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從併購案的緣起 這件事情從原來開始要兩家要結合為一家 這個是一個階段 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們本來 在其他的這種所謂的鼓勵 併購的這個政策上來看 他會有一段時間是符合 但是因為這個是一個過往的一個歷史的遺留 所以他一定會產生說台新一定會指派董事到 這個張營那邊去嘛 所以這是一個繼承的事實 但是我們認為指派的特定人選 仍然要注意到經濟問題跟產經問題 特別重視到利害關係人 所以像你剛剛所說 吳澄清是一個盟友的關係 就這個部分您覺得說 這是市場上這麼說 但是事實上 他可能跟台新金的關係 不只是盟友的關係喔 那如果說就 不是盟友關係那還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台新金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沒有沒有 吳澄清他的鼓勵說是來自於 他自己擁有的資產啦 但是他可能 一般市場上會解讀 他跟台新金比較close 這樣子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說 金管會也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重演像台北營 並富邦這樣子的狀況 那究竟這個張營最後的其次的爭霸會如何喔 當然大家都很關心 但是最關心的 我們能不能守住我們的資產 尤其是工股的函庫喔 就這個部分我覺得金管會一定要 這個做好把關的原則 工股管理的是財政部的職責 所以財政部主政的這個工股管理 他對於張營的這個董事會的選舉 他要來進行 那金管會的職責就是維護市場的公平 然後注意到產經分離跟經濟分離政策 對啦 所以說雖然是財政部 但是金管會還是要作為一個後盾 有提早的因應的準備喔 那另外我們也要再詢問就是說 關於財富管理新方案喔 這個部分呢 是主委您最新的一個政策 我們也認為應該要去做 但是去推動的同時 到底我們現在底下推動的專責單位是誰 金管會有沒有請一個專責單位來做 來建立一個單一窗口 因為上面說要做 但是下面有沒有做 這是很重要的 政策能不能執行 就看著下面的人有沒有聽 上面的人好好來做啊 那現在主委您這個 財富管理方案的這個部分 是由哪一個單位來做執行 您有說指定說 我們的政期局或者是保險局 或銀行局相關的單位 哪一個單位來做執行嗎 這窗口嗎 跟委員報告是這樣 就是說 財富管理新方案 我們內部主政的單位是銀行局 那銀行局事實上也已經公佈了這個 財富管理新方案的辦法 現在正在預告期間 那但是這個財富管理新方案當然會跨 跨相關的局 包括特別是政期局 那所以這個兩局之間 當然要合作 那當然上面還有本會嘛 那各個財富管理新方案如果辦法 預告期滿正式施行的時候 就是由各個銀行 它符合我們財富管理新方案的這個 申請的資格的銀行 來向銀行局來申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求要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專責單位 跟單一的窗口 沒有到跨部會啦 因為這個是由我們金管會主政的一個 金管會主政 但是同時也要跟財政部跟經濟部 就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法令還有配套 能夠做一併的實施 所以目前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因應洗錢防治的評鑑 我們行政院也有成立單一的窗口 例如說洗錢防治辦公室 那我們再歡迎台商回台 投資也有成立一個專責的單一窗口 經濟部也有成立 但是目前針對這個財富管理新方案 我們一再提到要媲美新港 要吸引資金回流 但是目前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專責的單位 所以主委您這邊現在是銀行局 是一個專責的單位嗎 跟單一的窗口嗎 公務委員報告 因為金管會它主責的事項就是金融市場 我們是一個單一的監理機構 也負責整個金融產業的發展 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反而是跟央行 那因為我們是在政策面上面 要跟央行去做協商 那只要央行同意的事項 最後回到回過來到 所以我們的執行單位在您底下 是由誰來負責這件事情 是銀行局嗎 因為到時候是銀行來申請 因為我們這邊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的台灣證券交易所 其實在我們的四大行庫 四大這個局裡面啊 證券交易所其實每年的保留益 就將近438億 其實它有相當多的這個動力 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主委您在推動 這個相關的這些財富管理方案的時候 能夠讓這些我們的四大交易所 包括證券交易所 包括櫃買中心 期貨交易所 還有集中保管結算所 能夠來做一個相關的負責 那目前您說有銀行局 可是底下的這些四大交易所 其實我們看不到他們的動能在哪裡 因為其實他們有很多的保留益域喔 也有很多的動能 可以來擔負這些相關的責任 可是目前並沒有看到說 他們在相關的這些方案上 有任何的貢獻 所以我也希望主委能夠多去要求啦 就是說除了銀行局之外 底下的各單位是不是也能夠動起來 讓這些相關的這些政策目標 能夠具體的落實 而不是淪為口號 因為過去我們發現說 很多不管是亞太金融中心啊 或者是說你說要這個超越新港 可是最後都是淪為口號喔 那如何讓底下的單位能夠具體去執行 這個是我們最在乎 也是希望說主委能夠具體的要求 然後有一個單一窗口來主責這件事情 簡單回應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我們券商這個部分 也有在財務管理裡面扮演一些角色 這個部分由證據來做規劃 第二個證交所 它是在做集中市場 市場次序的一個管理 所以它並不是屬於我們財務管理方案裡面 應該要扮演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好 謝謝高嘉瑜高委員 我們下一位請余天委員質詢